就是我問的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在出版業工作的人 但現在其實我們有兩個是半離開的狀態 也不算離開就是變自由業者 自由業者 就是從這個預訂到實際來中間狀態有更新 沒有沒有其實我們大概也這樣做了 你這樣博已經半年 你半年了 6月開始 是是是 然後 但其實我們都還是蠻關心出版業 然後所以我們就會想要知道說 就是出版業的未來就是您怎麼看待 譬如說有更好的商業模式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賣書 大部分都是卡在通路的手上 然後對於很多人就是卡在通路手上 其實他們又不會釋放資源給我們 所以其實我們在做數位行銷方面 其實是很不好使力 可是自己架設網站 對出版社而言 其實大部分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像做EPUB呢 做這種電子書 他們大部分都是 就是譬如說先有紙本 然後就順便做電子書 然後就去電子書層上架 可是很少很少作者 雖然說也有人在強調說 是不是有作者是可以直接發行電子書 因為他交稿的時候總是電子檔 現在已經沒有收到 對 然後可是因為出版社都會 以出版社的角度而言 大部分都還是傾向說 他是先變成紙本 然後我同步一直電同步 這個好像是傳統一款跟純網銀中間的 對 對 對 我覺得有點像這樣 然後就不知道說 您對這就是未來出版業 那因為今年又因為疫情的關係 整個出版業就是 雪崩式下滑 就是以前就已經很慘 不然很慘很慘 然後但現在又有一種更雪崩的感覺 但不知道說您對於這個出版業的未來會是怎麼想 或是你會建議說像 就是出版或者是一般的作家等等這樣的角色 他們未來可以有什麼樣的發展會更好 對我想我現在的九成九的閱讀都是在螢幕上面 對所以對我來講一個紙本書 因為它最主要它沒有全文檢索功能 那我非常依賴全文檢索功能 因為大家昨天有聽過我是睡前把書快速翻過一遍 然後醒來就大概了解它的意思 但是那是所謂不求甚解就是大概知道裡面的概念怎麼組合 但是其實不可能每字每句都記得 但是因為是電子書所以我只要有關鍵字 那當然一下子它在書裡哪些地方出現就非常好找 那紙本既不能滑動又不能搜尋 然後就覺得說好像有點壞掉了的那種感覺 所以之前那個成品的應該是五米節 是有來跟我對談過那個竹字稿有在網路上面 那我就是跟他說真的未來以後書啊 對我來講就是動詞就是 就是動詞就是一起書寫 如果一個文本我不能跟作者一起去書寫它 不管是所謂的二創 好比像這兩天大家都在對吉布所做的事情 對或者是共創對不對 好比像說跳鳳過台灣子就很像一種工廠 對那樣的話我會覺得那個才是新的形式 就是書慢慢從名詞就會變成動詞 那我覺得這是蠻重要 而且可能新世代的根本就是它就算一個螢幕 它不能滑它都會覺得是壞掉的 所以就是新一代又比我們這一代更加 就是要求那個互動性確實是這樣 好快就結束了 好我第二題是要問說 其實也是跟著前面一個 因為其實像我現在工作 其實已經有點慢慢在轉型做知識經濟的轉譯 就是所以所以我其實現在有一份工作就是在聖堅實書 因為他們有線上課程線下課程 所以有做活動策展 然後就是我還蠻想知道您對於現在內容知識經濟是 你覺得是出版業的未來嗎 比如說像當宏的Pray Spray 好這樣的地方 他們跟傳統過去的出版操作方式是很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 對那其實有些出版人在做這樣的轉型的時候也蠻常碰壁 那但是就內容知識而言 你會覺得這個類型的轉型會是出版業的一個解法嗎 確實因為傳統出版業是先撰寫再編輯再發行 對那但是數位完全相反 你先發行 然後這個就算只有一個Trailer 就有點像是你電影穆斯以前只拍60秒 對那然後之後你就開始舉目 就開始重包 對然後大家一起來編輯 像維基百科就是最好的例子 對那大家一起編輯之後呢 那才真的出現original content 對就是在你的二創三創裡面 又不然冒出一個是真的是大家會記得的一個記憶點 那那個反而才變成你的作品 跟本來的那個企劃已經完全一點關係沒有 對那所以這種出類旁通的這種情況 那在數位才有可能嗎 在傳統的紙本 我如果畫線啊自己做筆記 他不會莫名其妙就分享給所有人 對那在數位裡面相反的你要不分享給所有人 你還會所有朋友不能開地球 這是一個額外的動作嗎 他預設就是開地球 對那所以就是說我想這個社群的經營 是環繞著大家共同創造的這個概念去經營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然後二創碰到的人很可能也就是初次創造多 比方說我第一次看到的哈利波特 是叫做哈利波特與理性方法與科學方法 對那是二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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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哈利波特最紅的同仁字之一 對 對還有一個還有一個 好像可以直接 對 對後來這個 好像也有簡體中文的版本 叫做什麼哈利波特與理性之道 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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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但是我反而沒有看過本來的哈利波特 所以是這個二創先碰到我 然後我才透過裡面的角色說 喔原來有這個 哈利波特這個東西 所以可以見得說以前都是說你要先對文本有所理解 也進入一個所謂的高門檻的知識社群 然後才開始有評論嘛 評論也是一種二創 然後透過文學評論透過藝術評論 然後慢慢才到更精緻的大家品味為主的這種交流 那現在不是啊 現在是說這種二創先碰到人 已經完全跟羅琳本來的小法 一點關係沒有 對 羅琳對他的控制權完全喪失掉 對那在這個情況下去 如果能夠放棄掉 我們叫做這個authorship control 就是說作者對他的作品 會被怎麼樣子使用的那種控制權 反而你放下的越多 那你的影響力就越大 對那等於是作者也只是作品的載體 的那樣子一種 就是現在數位原生那樣會覺得很直觀啊 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一個hashtag 當然是才是真的啊 我只是hashtag的載體而已啊 對那但是對我們就是傳統的老出版人來講 這個是非常顛覆性的一個想法 而且他們都會覺得說 這樣子是不是有違背版權的使用程度 對啊對啊 可是像我們這支影片我們正在工創 就是拋棄掉著作財產權 任何人都可以拿去用 所以就真的有人拿我們這種訪談的影片 然後在日本嗎 去做成嘻哈饒舌音樂 就直接他完全不敢畫面 然後就直接把我的聲音裡面的一些片段拿去Sample 然後就直接變成一個remix 那或者說 我們講話 有時候我會做逐字稿嘛 那目前就是就在今天我也接到說 有一個紐約的策展人會把我所有組織稿丟進AI裡面 然後呢就輸入各種主題 就是關於氣候變遷啊 關於未來啊 關於火星移民啊什麼 然後呢我沒有講過的話 但是AI會把我講過的話整理出來又寫成詩集 然後就是等於他這個把一個團縫合成機器人 然後讓他去創作詩 這樣子 對 那這個也是因為我拋棄掉 完全拋棄掉我著作策展圈 他們曾這樣亂用嗎 對對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作者跟作品 到底哪一個重要的一個很亘古的一個辯證 對那但是傳統的著作權確實就是 作者甚至過世之後還要過很久很久 七八十年 他才放棄掉他對他當年作品的控制權 可是我們現在去想說 70年以後的社會是什麼 沒有一直 我到底要怎麼樣子 預力移住去控制70年之後 我的作品使用的方式 這其實是不經濟也是很難想像的 所以我一向是覺得說本來就是 Creative Commons 就是一個大家的公有地 那每個人有自己comfortable的 CC授權 有些人像 維西百科是說 你也要讓別人二床 我才允許你二床 這個叫Share Alive 這很棒 那或者像我是 SWN怎麼樣 你甚至不用說是我寫的 那這叫CC0 就完全到了公共領域去了 那在後面當然也有些人說 你不能做商業理由 你要賣的話要分我一點 但是你做非營利教育 這就沒有問題 等等 有各種各樣的光譜 所以我是蠻推薦說 就是大家多了解CC授權 跟CC授權後面所帶來的 這種以作品為主 而不是作者為主的這種想法 對 對 好天啊好快 我其實還蠻想問就是你怎麼樣 就是我覺得你日理萬機 就是但是你怎麼掌控時間 雖然我知道有番茄工作 番茄中 但我們就是番茄教工作 最後一個碼中 最後一個片刻 對對對 就是通常你怎麼去管理時間 然後因為畢竟你的事情其實很多 然後有各種想要跟你談合作 或者什麼的 你怎麼去區分事情的先後環節 嗯 其實非常簡單就是 Delegate away the delegation 就是連這件事情最適合誰做的這個判斷 都交給別人做 所以所有外交方面的 我們就是外交部派出在我們辦公室 有一位同仁 這個Joel 那我就是一接到啊 我一看到一秒鐘就forward給他 由他來判斷 這個外交上面到底這個地人關係上 適不適合接受這樣子的邀請 那如果是就是interview就是 媒體啊等等方面的 那當然我們有一位 記號秘書 黃紫維 然後就全部forward給他 那其他的就是社會創新 比較相關的這種經驗分享 像我們現在的交流 那跟你約時間的應該是我們 風小廷 是另外一位記號秘書 所以大概就是 簡單的做這三個區分 那就是關於國外的 關於媒體的 關於國內社會創新的 那這三個各有一個人 那至於他們怎麼幫忙 我去區分呢 很可能他們自己也有他們的小幫手 這我就不知道啊 對 成長分級 對對對 沒有其實這也不是成長分級的概念 這個是說我預先告訴他們說 我每天就是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 然後呢 像每個禮拜三就是留給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這邊來使用 那每個禮拜一那當然是我們自己的team 要就是有五餐聚會嘛 我們接下來四是行政人員會 科技匯報等等 所以預先先把這些 non-negotiable 就不能改的部分先框住 那其他就隨便他們去安排 那大概就是這樣做的 好 大家有什麼想要這樣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遲到 沒問題 那個其實 回到處晚夜 對 那在我記得沒錯的話 然後對付美國 他們其實就是每一本書 大概可以賣多少 其實都有公共的資料 對啊 那我有看到有許多的 嗯 許多研究者其實去 會去找出他那個 銷售的 pattern 對 銷售模型 可是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蠻重要的 包含事前 然後怎麼去評估這個 做什麼會不會賣 然後賣一個 一兩禮拜之後怎麼去 這也包含二手書市場嗎 沒有 沒有 就是一手的部分 一手的部分 可是 在台灣 這個就很困 因為我們大概就是三大公司 對 然後這三大公司 他也不會給 一些小出版社資料 對 也許大出版社也可能不知道 那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這些小出版社 是在一片 戰爭迷霧當中 想要去闖出一點東西 其實是有些困難 那 證文在過去 其實有 他們的整個作品 資料之類的部分 比如說 像剛剛這邊講的 就是豪豪 這些B2C 他應該是會跟作者分享吧 跟作者 可是 就是他們有一個 非常大型的資料 其實我看到 德國商人做的方法是說 這個作者有哪些特質 譬如說 他這包過去的書賣機 他是不是連載 然後他有沒有就過獎 他這些所有的東西 全部拉進來之後 事前就可以付出一點 對 那 其實我覺得出版社的總編輯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保護的資產 對 那如果他去 消耗很多時間 在一些已經 技能的儲存上面 其實我覺得是浪費時間 讓他們去掛掘一些 一些在殺人類的 潛力 對 一些潛力股 對 更深入 補充一下 是 我覺得現在出版社很需要的東西 是一個 數據庫 對 那 特別是 像是銷售數據 其實是 每個出版社都覺得是自己的密集 對 但其實 現在這個數據全部都在同路上 有點像 Amazon他知道所有消費者的喜好 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出版社非常需要 他們完全不知道 我們現在能夠掌握 就是從 那個數字變化上次到 7號會員日 所以這天會有特別明顯的 銷售變化 那或者是說 某個書 我們只能憑借他的書要上標榜 他賣了10萬本 可是 我覺得這個很像之前台灣電影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 他票房不透明 然後書籍的銷售不透明 對 所以 所以我們出版從業者都只能從 通路的那個排行方去大概推銷 或是自己用以色去計算 可能根據我們自己出版社收到的那個資料 然後去推估 對 那我其實蠻好奇說 不曉得這部分的數據開放是可以透過數位證明 這邊一些數據 數據開放是說 如果是政府蒐集的資料 那當然如果不設隱私的話 本來是大家納稅前就應該要開放出去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或者說主要由政府出資的研究案 那當然研究的成果也應該屬於全民 這個都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錢是各位的納稅前 但現在狀況比較不一樣 是因為它是一個私人法律的一個行為 就是說 不管是寫書的 或者是通路 或者是最後買書的 在一手交易裡面 這三個倒沒有哪一個是政府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政府也沒有這個資料 我們只有這個通路在報稅的時候的那個資料 但是那個資料 其實它是已經全部疊在一起了 它並不會一本一本書去在報稅裡面 列成細項的 那它的一個人 它的有我是不知道這個意放券這一部分有沒有做一些事情 但是以我的理解 應該也不是細項到就是單項的這個程度 而是像我們如果是三倍券的話 其實我們也只知道說 你在哪一個特約的店家消費了多少錢 那而已 我們還是不知道裡面的細目 那所以就是說在政府裡面 可能並沒有你剛剛所說的這樣子的資料 所以如果要求私部門去開放資料的話 那個通常是要用法律位階 或者是說政府這邊說 你開放資料的話有什麼誘因嗎 對不對 你開放了 主動開放的話 那我們這邊有什麼可以配合的一些事情 這樣 所以這部分我想 當然我是 我們文化部在我們辦公室也有就是相關的朋友 所以我是很願意跟他們討論這部分的文化政策 但是以我所知文化部自己現在手上沒有這個資料 對 那像國配票房好像也是推了蠻多年 才在17年才開始有那個美洲的票房紀錄 那大家才知道什麼樣的類型有助 就是是觀眾喜歡的 對像大眾公共病書 因為那個有特許 所以在交通部那邊就會有PDX等等的這些平台 因為他可以說取得我的特許的授權的前提是你要給我哪些使用資料 他可以把它掐在他的那個特許圈裡面 對 那就像連Uber對不對 他本來是私駕車 但是現在也必須是他自己的車隊QTaxi 那他的多元化線車 所以還是必須要給長通部 他的合法經營的職業駕駛等等的這些資料 所以這部分在交通運營上面是做得很好 那現在的困難是說在台灣出版並不是特許行業 我們早就沒有什麼行程區了 所以就是說反而如果他是特許行業 我們是真的可以要求民間費給開放資料不可 但正因為他不是特許行業 所以他也不用事先跟我們說什麼 他只要事後把ISBM告訴我們就好 除了ISBM之外好像他也都不用給任何 就除了國立圖書館編幕之外 他好像不用給任何資料 就算他沒有給國立圖書館編幕 我們也不能取消他的發行 所以這個會比較有傾向說 或是我們民間自己 就是大家對以出版社的角色或角度 去請求各通路開放這樣 其實他們也很難 如果是數位通路的話 我覺得這裡面有incentive 因為當他開放了這些分析資料的時候 他可以本身除了賣書之外還賣資料 對他來講這個是一個經濟 大家要知道說接下來你寫什麼樣子的劇本 會有人看 可以去問這些數位通路的資料 對那所以這個對他來講 這等於是額外的一筆生意可以做 那當然要再保護一次 他們有這個限定下去做 那對他來講這個變現比較容易 因為本來就是以一個就是可運行的 結構化資料形式 而搜集在他們家的嘛 但是如果是實體通路的話 那他等於要等打兩次啊 一次是他內部做帳用 一次是他給外外的資料使用者用 那這個時候他就有額外的花費 那他額外花費 堪體看來也許是有好處 可是對他來講 總是一筆系統堅持的費用嘛 那這個時候對他來講 我想那個抗局就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具體建議還是可能 從數位通路前開始 對 反正很快說不定不出幾年 當那種可能是電子值變成就是 就是顯學的時候 那我們就隨便一本書拿下來 然後一翻 然後按個鍵他就給另外一本書 那到那個時候 就已經沒有所謂實體通路了 因為對啊 就像我們現在也沒有ipod 這種東西了 已經都被我們的手機整合進去了 他就 但是podcast這個概念還在 所以那個pod這個字還活了下來 對對對 但是他變成系統的一個軟體功能 而不是一個專用的硬體 那所以同樣的我想書也是類似 這個狀況 這讓我想到剛剛那一個討論 就前幾年博克萊有做了一個 因為博克萊就是現在最大的電子公務 那他們就有自費 就是請中研院那個 他們做了一個大數據的 但是他們那一次所透露給我的數據 也真的是一個比較大方向的 比如說心裡力之類他是佔百分之多少 文學類佔百分之多少 然後大概可以按男生女生 男生喜歡怎樣出去 女生喜歡怎樣出去做 因為我印象中他們那一場報告裡面就有講到說 他們雖然有會員資料 就是會員有年齡 然後有性別 有他的構築的細項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做到這麼細說 比如說十歲的小孩 十二歲小孩可能喜歡買這個 五十歲的大人喜歡買這個 我印象中他們有提到這個困境 所以會不會就是就算我們很想要取得這個資料 或是他們也有醫院開發的這個資料 可是現階段的可能某一些技術 當然你可以直接問你的使用者 就是說因為剛剛聽到的都是一些比較被動蒐集的量化資料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還是主動的直化資料 維基百科全部都是靠主動的直化資料建立起來的 因為你知道按編輯就好啦 但是就是說當你的閱讀者 他不是在只有所謂的 所謂的literacy 就是試讀能力 而是說他有competence 就是他有二次創造能力 那這個時候說不定他的眉批 什麼職業債什麼的 才真的是有價值的那個東西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是說 可能重點比較不是放在量化資料上 而是在執行資料上 那執行資料本來就是你可以透過一些活動 就好像那個湯姆麗先進去給大家刷牆壁 他就是去challenge你的讀者 能夠彼此互相之間分享 那這個也是就是社群出現的一個國二法門 不然都把自己身上潑冰水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但是當你把它錄起來 又點名另外三個人的時候 忽然就充滿了意義 所以就是像這樣的 但那個完全是直信資料 不是說你事前去用電訪的方式 或者說請問你在身上潑冰水 會有什麼感覺 當然不是這樣子 而且是非常active 亂動 這很抱歉 對 就是延續剛剛例如說 就是說當然直信資料是一個錯誤 但是我本來就是想要量化資料 那這個部分應該是在那裡的話 當然 然後如果我們去了解一下德國跟美鳳 因為那是看到一樣的真心法 去把他們的法律研究結束 提供給你 那你就要找立法委員 對啊 對 你如果要強制的話 那只能找立法委員 對 文化部只能提供誘因嘛 是不是 然後另外一個跟鄭文分享 我認爲 我認爲 就是實體電源資料 應該也不用再花一次口 因為它POSE系統 一刷進去 當然會寫進去 我們本來口罩實名制的時候 我們也是這樣想的 對 但是後來發現不是 對 因為POSE機就是 它的格式 不一定是 第一個不一定即時的 那第二個是每個格式都不一樣 就每個POSE的VENDOR 因為它當初收集的時候 是為了它自己囂張用 而不是為了你的那個統計目的用 所以中間還是要多寫一套Adapter 那個功可能跑不掉 好 對 但是就是那只要做一次嘛 主要的POSE VENDOR 每一個都為了你做一次就可以確實 因為我過去在便利商店 服務的時候 其實大體上都是 可是跨便利商店 可能就會有 對啊 當時我們就是說 Seven知道說 你沒有跑去兩家Seven買口罩 這個他做得到 可是到Seven的系統 跟全家的系統 來認證說 你沒有跨買口罩 它們的困難 兩個不同便利商店 體系在對接的時候 就會有 那如果是自己 應該啥都還好 對啊 因為反正台灣就 你剛剛說碰路上三個大的嘛 所以就是做三次橋接 因為你三個中間 三個點連線 你沒有那個驚嘆號問題 三個點就三條線而已 對 所以你就把這三條線寫完也就寫完 確實啦 如果政府有收集的話 那現在都有開放資料資訊委員會等等 這個是不太可能說我們蒐集 然後它明顯有公共利益 而且不公開 大概沒有這種事 所以文化部如果之前比較 看起來比較被動 很可能就他們手上也沒有這些東西 我相信是沒有 嗯 嗯 嗯 正委之後有出書的計畫嗎 欸現在就有啦 日本 日本月底一本嘛 下個月一本再下個月一本 日本 都在日本 都在日本 為什麼 為什麼在日本出不是在台灣 欸我不知道可能 因為日本人看資本書比較多 沒有啦 台灣出來就一定會邀的啊 對 因為那不是屬我的名字 其實這三本都是各自採訪 然後各自出版 那我的要求就是說 在他們出書前 其實每次採訪後十天 他們全部就已經上網了 所以就是所有的採訪的過程 每一個字都在都在網路上 所以像Digital Press 訪了我六次嘛 那現在是一路到第五次 所有的這些 那包含他們日本編輯部問的問題啊 口譯人員講了什麼啊 我講了什麼啊等等等等 所有這些素材都完全拋棄掉著作權 那所以可以說是每一個採訪都建立在前面的採訪的基礎上 同樣的問題我不用回答兩遍 那大家只要用關鍵字搜尋 就可以到SAI的網站找到 那所以同樣的就是 如果有人想要出關於唐風的書 而不是唐風寫的書的話 那你其實只要把日本這三家出版社 對我的採訪的主事稿稍微爬出過 其實你就馬上就可以有一本書可以出 對 所以這是剛剛講過我們雙的意思 可是他但是我們 假設說今天真的要這樣做的話 他們要付版權 都沒有啊 沒有我們拋棄 連信您全都拋棄 啊 tapes 現在只是任何人看到 我們這一批版權資料想要出門 他就可以收集這些 他就可以收集這些 對 就好像我已經死掉75年了一樣 啊 哈哈哈 太強了 是公公 公公的 所以那些記者們問的問題 他們也同時就是拋棄了 對 所以是我接受采訪的要求 的前提 就是你要貢獻老公的領域 所以我其實可以下一個領域 我就出一本領域 沒有問題 只不能寫說是我寫的 作者要換 但是有人會採訪 比如說跟你採訪 比較是偏教育 都有啊 或是說抗壓性 全部都有啊 遠見什麼都有 你就在上面找盤詞就會有 對 一句剛才我們提到的問題 拋棄版權這件事情 在出版社來說是一個 很不能自信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出版領域 現在靠的就是這個微博的版權 可是現在大家都沒有在製版 到底哪裡來的版權 製版那是活字時代的事情 其實現在還是有啊 現在的書 還是印刷廠的印刷 你說像印刷廠那種 就是你到印刷廠之前 把它Layout在紙上 這當然是一門藝術 這個我完全同意啦 但是對於下一個創作者來講 說不定你是markdown或純文詞 它還更容易用 因為它複製貼上就可以用 那你有排版 反而它要先拆掉你的排版 這樣會不會就是其實 我的理解是怎麼出版界 它也不需要存在 因為也許未來每個人 他就各自自己的作品 他就共享到一個公開的領域 然後大家互相分享 那其實這中間的編輯也好 或者出版也好 那其實就沒有一個 嗯 我剛剛想的是利潤的來源 如果他就是這樣公開拋棄的話 那我們知道搞什麼賺錢 可是你看像時尚界 這些東西都沒有辦法主張版權 在大部分的管轄領域裡面 時尚 比如說你挑了幾個顏色搭在一起 你是不能主張著作圈的 所以下一季所有人都已經換上那個顏色 你也不能告任何人 所以一個所謂時尚界的大師 為什麼他必須每季都持續創作 就是因為他不能靠受百歲來養活自己 對 他變成是第一個想到這樣搭的 那可以賺一下下錢 但是接下來他必須要想新的東西 對 所以就是說也有一些領域 他本來因為沒有辦法主張著作權 就已經演化成我們看到的 如果大家都拋棄著作權 會什麼樣的那種樣子 那另外一個好例子是法律界 就是你幫人寫一個訴狀 或者是說法官寫一個判決 他也都不能主張著作權 不能說副版稅給我 我才讓你讀判決書 沒有這種事情 對但是律師還是蠻賺的 所以可見就是 你不一定要靠辦稅 有點像是編輯或出版者 他有點像是再次創作的 協助創作者編排 然後他收取這樣的費用 對 這件事情有點像是去中進化 就是未來可能出版社 不再是一個極權中心 而是說當大家是分散的資源 去找他們不同的作者去創作 然後協助他們創作 我透過這個方式 而得到一些利潤這樣子 其實就有點像現在的Podcaster 或Youtuber 對 因為Podcaster有無限多個平台 那他根本沒有被特定的通路所綁架 對 對 那他所做的事情 就是傳統上廣播電台做的事情 但是廣播電台以前只有這幾個 而且還要特許 那所以因此才會變成 常常一小群人把那個發行權 壟斷掉 但是現在就算是Youtuber 他在Podcast上 也未必比報到這段 沒錯 對 雖然他有很大的點心天線 微波頻段 什麼東西 但他碰到的人說 並沒有報到這段 事實上我們知道沒有報到這段 真的 哈哈哈哈 真的 沒有 我承接剛剛大聲講的 那樣作者就會變得像現在Youtuber 或Podcaster 他們一樣 就是他們不斷的在把自己的知識 或是其他東西 透過不斷的都變現 但是就不需要再透過出版社 有一個處處的動作 對 對 然後但是他們主要就是 類似像 沒有光碟片之後 那歌手主要還是靠公開演出 對 來專取他的就是生活費用 對 那同樣的就是大部分的Youtuber 不管他是就是接夜配 還是接活動 那還是要靠Performance 就是說他要 就像剛剛講的那個 時尚大師 他還是必須不斷創作 每一次創作 不管他是呼應一個社會要求 還是一個產業界的要求 才能夠收取費用 會變成這樣 對 那這樣會不會對一個新人或素人 對 他其實很不利 為什麼 他也許在平台上的 演算版機制圖件上 對 應該說他一開始就沒有機會被看見 那這樣沒有被看見 他其實就沒有辦法獲得說 別人在創作的機會 會這樣子 不 我也覺得還好 因為就像當全球資訊網 當時一開始大家也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沒有杜威士進位分類了 那新的網站到底要怎麼被看到 對不對 那是不是就是大家都只知道 Yahoo 或者是當時什麼Altavista 什麼之類 現在大家都已經不記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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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Lycos excite 什麼之類的 但是當然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很快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就算只是一個hashtag 其實主題標籤 就是當代偉大的社會創新 發明叫Christmas Sinar 2007年 就是你只要打一個警號 那其實所有正在跟上這套討論的新人 都會因為這個警號 好不像剛剛我講到的警號 I Sparky Challenge 那或者警號台灣Can't Help 或警號MeToo 或警號什麼別的東西 那這個主題標籤 大家跟的時候 那新人就可以證明說 你看我的創意在跟這個題目的時候 比他本來極不利工作室 還可以加上額外的意義 而且他是在本來的意義 在上面去疊加 所以其實他的創作的成本下降 因為他不太需要去 用那麼多的原創素材 他都是用二創素材 通常我們在一個梗 就是一個hashtag 看到就是說 其實新人的那個創意 主要是在 既有的素材怎麼搭起來 來順應實施 而不是說他自己必須從頭畫 那些吉伯利工作室的那些素材 所以我想他的門檻下降 但是確實他也會造成說 那他必須不斷創作 那不然的話就是 他這一波可能很紅 那但是可能下一季 大家就忘記有這個新人存在 對 因為這更衣的速度很快 對 是這樣 那之後譬如說假設 因為 因為我不知道政委這個工作可以維持多久 就是很好奇 就是你之後是算退休嗎 或是你之後想要退休嗎 我現在就已經退休了 而且你們納稅再讓我做 對 感謝各位贊助 那之後譬如說你離開政府單位之後 這些所有事情都還是可以記輸 當然當然我們現在都已經把它寫進法規 就是整個開放政府聯絡的法規 或者社會創新組織的登錄 總統被黑客送 基本上我們 情政念青年諮詢委員會的運作辦法 等等那些都已經是法規層級的 所以其實我現在大部分時間 就是在聽全世界的朋友們 對我們這一套創新 好比像說用民營來闢謠 或者是說 怎麼樣可以 就是用一隻可愛的很酷的一隻柴犬 來提醒大家說 不要嚇到吃手的時候 要戴上頭罩親洗手 什麼之類的這一套 這個算不算文床 好像也算文床 對 這樣一套東西在 就是全世界現在 他們都想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民主人權在一邊 那公共衛生經濟在一邊 好像你不用去取捨 好像這兩個同時都可以發展 這樣的一個做法 就是所謂台灣Model 那所以我想接下來 我大概還是做這樣的事情 不管是不是 就是用各位的拿水請這樣 來 那我要感謝正門給我們 因為其實我們跟他們三位的 工作學者不一樣 政務制度大陸 對 然後 其實我也想要請到這個 譬如說 其實在過去 在過去我剛進到 制度大陸 只要是公務體系 出了完高 我都會跟我們太太 就捏著鼻子 真的 公務員的臭雙味很重 真的 標凱體的味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Times you know 對對 Times you know 一定會這樣 然後那個方面 就一定都是那種 不是綠的 不然就是前安的 然後標安標書 就是 就是 後來就是2016之後 對 提出公開快速結構化之後 對 不過 制度大陸 譬如說像台灣經濟研究員 對 然後我服務是在台灣眾人 謝謝 謝謝 這種單位 對 那種臭雙味還是很重 是這樣子 然後 其實我們 我們也觀察到過去有一些 政府 有少數的一些數據 放出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種單位 全部包下來 然後在那裡 然後我們看有什麼 統計的模型 然後 然後最近我們看到 就是數字越來越多 然後 其實像包含台北 延伸的窗門員 就辦個比賽 四百萬而已 然後四百萬而已 又弄了一堆 哇好棒的窗椅 結果如果四百萬 給我們這種單位 還會顯示 千層是少 然後做出來的東西 外國請窗 那樣子 我想要請教政委 像我們這樣的單位 未來怎麼去協助政委 怎麼樣去轉型 因為 其實 因為我們會有 自設的一定的門 不是博士 最重要是索士 然後 院長都差不多老人 老到 起碼六十五歲以上 然後講得也最好大數據 但是我也聽不懂 他講的是哪個 平行時空的大數據 跟我認知都完全不一樣 OK 對 所以 我覺得 我自己是蠻有情的 因為 我們在那邊住還不是 對 可是 感覺起來 沒什麼未來性 因為 特別是我們必須跟 跟一些民間 有一些好創意的人 就是會直接放出來 然後我們這些工作 其實都是 行政工作 要辦一場工廳會 我們哪裡辦 又辦一場什麼 工廳會 我們還要辦 然後去辦政府 去幹一些 就 了解 Operation 了解 對 就是這樣 所以 政府在這幾年 在體系裡面 觀察到 實際這個體系 有哪些漏洞 是我們制度 可以把它補上來 那我們可以這樣 往那邊轉型 其實我覺得 資社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 資社會經常之前 最被批評的一點 就是說 它把Operation都吃下來 而且如果 它來標Operation 的話沒有別人會贏 那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的那個 會有這個Operation的研究案 就是他們做的 就變成 從上游到下游 就是 一條龍 它就是那條龍 對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當然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可是政府 這樣子變成 好像一個優雅化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它的美學 也不需要進步 反應速度也不需要變快 對 因為沒有什麼必要嘛 但是確實後來 我們就看到說 尤其是2016年開始 當然2016年前 其實就已經開始 有這方面的想法 就是說 資社會它完全退出了 類似Operation這樣子的工作 像這個空間 本來也是 資社會應該是教研所嘛 在營運的 從當年APP人區 到後來這個改成了 所以創新實驗中心等等 但他們現在完全退出了 現在這邊是那個 術協嘛 就是Npost 就是泛科學 泛科知識那些人 那為什麼資社會會退出 不是說它標不到 而是說 他們的董事長執行長 讓資社會有一個 新的mission 新的使命 他就是要擔任 那些不太知道怎麼樣 數位轉型的中小企業的 數位轉型的話語者 等於他把土居端 本來做的事情 變成往MissMe去做 那往MissMe去做的一個好處 就是說 確實有很多MissMe的領導者 確實他也 因為市場的關係 他不得不去反應說 到底我還怎麼活下去 對或者是說 都沒有年輕人要來我這一行了 那我的老師負責技術 能不能教機器人啊 這是很有興趣的 所以在資社會 本來能夠 provide的那些value裡面 其實市場 真正有市場性的 反而是讓這些 在其實所謂的引擎冠軍 他們的產業 真的都做得很好的朋友 不是只是好像延續 他的business model 而是在優化之後 可以想出新的發展方向來 就是所謂的製造業服務化 那這樣子的工作 資社會以前幫政府做 那現在他們變成幫MissMe做 幫MissMe做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與民真理的問題 因為就是 正刀正槍的 他真的必須解決問題 但是他們本來的這些人 因此我覺得 工作的成就感都比較高 因為就會覺得說 我們真的在解決民生 就是最後一理路 或第一理路的一些問題 真正有創造社會價值 那至於這種 創operation的就是 營運一個工作空間 這樣子的事情 那其實是給民間 更會策產 更會辦活動 那像Nplus年會 接下來就會在這邊辦 這個對這些民間台灣的講 就是Synergy 那以前只是一個攪拌石像 一塊錢做一份事情而已 那但是在民間的話 SROI 他找到一些Synergy 的話 那一分錢就可以做三四分的事情 所以這是我自己有經驗過的 那至於台中用 比較沒有接觸 還要再想講看 我覺得非常 非常困難 土居要到土壁不容易 其實 而且床的最塊土是在數的 那當然 再加上今天又紓困輸了一大堆 聽說我們錢只剩下 有沒有二分之一 當然 當然 對不對 因為稅損 稅損 這我有經驗是 不管我們在所處的領域是哪 嘗試的走向 產業界 真的 去跟他們接觸看看 也許 也許最後是失敗 但是還是要跟他們有一些碰撞 會是比較理想 對啊 因為從產業界的角度來看 這些智庫 這些法人等等 它有一個作用 就是它可以告訴產業說 我應該要往哪一個方向走 對 但是這個題目就是 如果你專門只跟幾個承犯人 在公務提起講的話 那其實就會出現所謂的principal agent problem 就是說真正應該轉型的那些人 反而沒聽到你 要跟他們講的話 而你講的話 到最後都變成成承犯人的 講外想聽的 的那個情況 那這個時候 如果把這個拿掉 因為最後受益者 應該還是這些人才對 那你不如直接對他們嗎 這我有一個原因 就是說我們其實 主要做的是 問的是氣氛減量 我們去收集很多國際資料 需要這樣 然後其實 有一次我跟產業界 中小企業接觸的時候 他們一直在問這一塊 因為他們東西要賣到其他國家 他們需要吃到那邊去 他們必須要給出交代 可是 我們大概 我們做一年的所有外國資訊收 大概就弄一弄之後 就給承犯人 承犯人有看沒看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然後就收在抽屜裡 大概就是這樣 那其實 其實後來我們 就有兩次聊天 他們對這一些東西 我們大概聊一兩個聊天 非常非常的 雖然說沒辦法免現 沒有 沒有 你如果辦個Foreign Seminar 至少便一點點線 對啊 我覺得還是有這個知識需求的 是 對 謝謝 謝謝 那 因為我們其實有準備小禮物 是嗎 是不是把小禮物拿出來 是不是進入合照時間 好好好 因為其實我們 OK 有沒有超過三千塊 沒有 沒有 應該是沒有吧 出版社比較 我們沒有辦法超過三千塊 這個是我們就是 每年都會有一個出力 叫獨立書店 謝謝 然後因為我特別請他們 就是留一個樣子 這個是明年 因為這剛好是 明年我徹展的主題是 明年是台灣女性的獨立書店 然後都是收集台灣女性的作品 很棒 然後因為這是樣本啦 但是我還是想說先給你看 然後我們 好的時候不會寄過來 好啊 謝謝 非常感謝 謝謝 好可愛喔 你比較喜歡綠色還是卡褲色 都喜歡 真的喔 已經有一個灰色了 所以這兩個比較配 看起來 同一個色調 明度不同 這個是 我之前在編輯 當編輯的時候編輸 然後它是去年金兵獎 是 得獎書 對 然後這作家是一個場俗家 是活躍來次的當然是 當然急了 對 另外這個是我跟我的 另一個編輯夥伴 他叫ABN 對 然後他做了 編輯元素表 對 我們有在網路上看過 真的喔 你沒有 什麼色違憲令 對對 對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很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大家都我們編輯在幹嘛 對 然後你就覺得我們工作就是那麼的多 很難就是講出來 所以他就想到用元素表白 對對對 這一排都是我不小心學會的 確實 對對對 跟你們是一樣的 對對對 有些技能學生是沒有教的 對 真的真的真的 哇這個太可愛了 然後我們上上個月就把它給實體化 因為大家就一直有說想要有一個商品 或什麼 我們就從 網紅要變線 門檻 門檻 門檻最低的L架去做 嗯嗯嗯嗯嗯 哇這好可愛 我好喜歡破框的小改 那兩個字跟 很像他做成T恤 大改栽 但是他做成T恤送給我 我們下一副就有點想要做浴巾 浴巾可憐耶 我們臉那一類的 就是你每天進門就會看到 然後回家壓力就很大 很ok啊 那很棒 然後我們另外想要邀請 就是就是 因為我們每個月會舉辦一個出版人小劇 是 然後就是你也在我們 就是我們每次都會有一個 算是一個大家 收集大家意見的時間 然後大家都好像 執行資料 對對對 執行資料就有一個部分是邀請你 雖然說不是出版人 但是 因為像今年我們也邀請到正麗巾 是是 對然後我們就想說 是不是可以邀請你 就是年底的時候來參加我們 就跟大家一起吃飯啊 圍牙 就是我們會有圍牙 圍牙 對對對 就是我們自己自己辦的 然後大家就是付錢來吃飯 對我們還在想說 可能要邀請誰 想說張宏志 其實是群暖大會 其實是群暖大會 對對對 那我們到時候就是再寄信過來 對因為這個就是要小婷判斷 是不錯的 沒問題 ok的 所以我們會寄邀請過來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好那今天差不多就這樣 好 謝謝謝謝 謝謝